一火流星星期五早上聚入俄羅斯烏拉爾山墨地區 隕石導致劇烈爆炸造成幾百人受傷 隕石帶來劇烈爆炸後碎片四處散落 很多人被震碎的玻璃割傷 俄羅斯緊急情況部在一份聲明中說 隕石的碎塊墜落在人口稀少的奢利亞賓斯克州 民眾提供的錄像顯示一度濃煙穿過天空 最後在一聲巨響還有照片顯示 車利亞賓斯克州一家的工廠被嚴重破壞 俄羅斯內務部發言人說 發生隕石撞擊後已經有五百多人尋求醫療救助 至少三人因為傷勢嚴重住院 這名發言人還說 一家新廠面積600平方米的房頂塔塌 歐洲航天局在推特上說 這個隕石和最近接近地球的一場流行雨無關係 有款車利亞賦斯克州一家的關注 車利亞賦斯克州一家出現 警域以及美國人尋求醫療精神 為免獲治的門票 進入到二家旅行 與火力的的一場流行 在柔軟期間 時候在和這次多住戚 也許挑戰 並且為我